接下来这一位拿到满级分的考生是嘉义协同中学的王耀伟 他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父母亲都是听障人士 当其他小朋友在听爸妈讲故事一起复习功课的时候 他跟父母都是用纸笔来沟通 但是就算在这样艰困的情况下 亲子双方都没有放弃教育 在知道王耀伟拿到满级分的第一时间 爸爸虽然说不出恭喜这两个字 但是立刻赶到学校用纸笔写下他满满的祝福 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王耀伟在教室内 听课无比专心 也就是这种专注精神 让他成为学策满级分的学生 知道这个好消息后 王耀伟的爸爸兴奋地赶到学校 要给儿子祝贺 特别的是王爸爸是用笔写下 希望你一定要努力认真 一直保持成绩理想 以后你能够得到成功 耀伟则回血一定要听你的话 两人用纸笔表现温馨的亲情 原来耀伟的爸妈都是居障人士 从小就这样给耀伟无声的深叫 爸爸当然都是 就是看我怎么样 他们就都会支持我 耀伟平常除了用笔谈跟爸妈交换意见 偶尔会用手语 最常用的就是利用手机互传简讯沟通 像这简讯写下 恭喜你每课都15分满级分 就是妈妈第一时间传来道贺的 耀伟的学习环境虽然特殊 但却能克服所有的学习困难 让人刮目相看 秘诀是没有 就是按部救爸妈 得到满级分的耀伟说 未来想从医 希望能救很多人 也要再跟爸妈说声谢谢 感谢他们这种温柔无声的教导方式 成了他奋发向上的最大动力 记者综合报道